百歌新闻 网络流传一则投诉知名连锁美食餐厅Chilis 绝情赶走生肠顾客的短片 这段短片中的市主一家五口 星期天到1U Chilis用餐 包括坐着轮椅的生肠父亲 穿着红衣的市主指父亲因为身体因素 不能食用餐馆内的餐点只能外带食物 而另外他们也点了四份主餐 不过餐馆负责人却以不接受外带食物为理由而请他们离开 他们不可能找到健康食物的父母 因为他们一直找到健康食物的 我认为父母是胜利的胜利 而且我有四个人人在庄家 然后这位女士这位说他可以吃外套餐 我说他只要吃外套餐 我说我吃外套餐 但他说我非常抱歉 请你请请看 其他人不服侍你 因为他没有吃外套餐 我会非常感兴奋 非常感兴奋 OK 针对此事呢 Chilis的马来西亚区总监 Nikolas Guy呢 以做出了回应 我们与客人们 OK 客人们有影响了我们的抱歉 然后我们会高充我们的抱歉 如果您有饭菜 在餐馆中 要聘用客人的必要 我们会在餐馆中煮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